好,我们现在看第24个单元 菲利比书一章三节 事实上这一边开始就进入本文了 而且一节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严格来讲 一章三到六节要整体来讲 不过我们还是分节 可是每一节稍微做一点讲解之后 我们最后到六节之后 我们还会到前面 然后把三到六节整体再说一遍 好,先看一章三节 我还是一样 先一个字一个字读 读完之后我们再按照正常的速度再读一遍 You have restored tole stay all mu 第二行 epi passe te manea 曲梦 好,我再用比较一般的速度连续的来念 第一行 you have restored toseo mu 第二行 epipasse passei tei menea 曲梦 我们先看第一个 它是一个动词 you have restored 好,线外的分析告诉我们 它是现在主动直说 第一人声单数 我感谢 我感谢 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可是它的这个字典形是圆形 它写的是 you have restored tale 那为什么这边不用you have restored 而又要用you have restored 呢 好,我们就先来看 在郭教授的基本教材 他很早就提到这件事了 他在第三课 说音动词就提到 比如说我们第二课讲到这个是LEGO 就是我们最常一般的文法书都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的范例 介绍动词的各种变化 可是如果你碰到不是LEGO 是phileo 换句话说 是有两个母音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缩音 因为希大文 除非它是刚好可以就作为一个双母音 可是并不是两个母音合在一起都可以成为双母音的 在希大文 这个双母音它有一定的规矩 是要前面是一个开母音 后面是一个闭母音 好,我们来看郭教授的基本教材 他用的名称是二重母音 一般我们习惯 比较常看到的是双母音 好,什么叫做 怎么样才能可以形成双母音或者二重母音呢 是要一个开母音跟一个闭母音合在一起 所以开母音是这五个 A-A-O-O 闭母音是E-U 你念的时候你家里就体会到什么叫,为什么叫一个前面五个叫开 后面两个叫B 因为你A-A 你这个念的时候你的声音也是敞开的 你的喉咙也是敞开的 可以念到B母音是E 是往内说 U 所以它已经好像这个喉咙 快要把它关闭起来的这个姿态了 这个位置了 好 所以 A是开母音 E是B母音 所以A跟E合在一起 变成I 好 这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 不是任何两个母音 都可以形成一个双母音 它的条件是要 开母音在前面 B母音在后面 这样子才能够作为一个双母音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Yoharis Teo Epsilon跟Omega 它都是开母音 所以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双母音 那么这个时候 在希腊文 这个就称为说音动词 那特别是 这个一个字的 这个语干是 结尾是α 对不起 是Omicron 然后跟这个 Omega动词的这个字尾 相连 所以变成是 Ao Ao Oo 那这种动词就称为说音动词 因为叫contracted verb 那这种动词 但有很多可以讲的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讲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反正这一类 Epsilon类的说音动词 它的现在主动 语态 它的说音 说音的母音上面 都会带一个昂音符 的音调记号 也就是我们有些书上是称为洋溢音符 所以就只是一个 有些时候有些书是把它像是一个半弧形 一个帽子一样 那这边我们用的字形它用是一个波浪号 所以变成PhiLeo 可是一旦我们要真的把它说音之后 它就变成PhiLo 好 所以就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YoharisTeo 它真的写出来的时候 它是在我们这个Epsilon被它吃掉了 两个说在一起 被Omega你要记得 它是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质量最大的吧 质量最大的一个一个母音 它发音也是最长 它这个音的那个O 发出来的这个分量也是最重 所以A这种是比较小一点的母音 就被它吸收了 可是吸收不能够白白吸收 所以好像吸收之后 它就化为这个 你可以这样子想吧 化为一个洋溢音符或者是昂音符 好 我感谢 ThoSeo 这个Tho 所以我说我们的贯词需要记得很熟 你看我们才这个几节马上就碰到贯词 以后你还是会发觉可能每一节都会遇到贯词 所以你但贯词既熟了 对你读经会非常有帮助 否则你每次碰到贯词都要去借助信望爱 也会影响我们的读经的进度跟乐趣 一旦这个Tho如果你记起来 它是单数 间接受格 阳性或者中性都是Tho 那么 那你后面这个Seo 这个名词你应该也 即使这个名词你完全不认得 你凭着这个贯词你也知道 这后面的词这个分析一定是跟这个贯词是一样 因为贯词跟后面的名词 必须要性数格都要一致 所以贯词是间接受格单数阳性 那后面不用问了 一定也是间接受格单数阳性 它的原型是Seo 所以是向着神感谢 然后呢又有一个目 我的 这边我就不详细找了 你到这个郭教授的基本教材 你打人称代名词 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个表了 好 所以这个可以先这样子断 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长的句子 通常我们看我们怎么切 能够切得好 我们这个句子就容易去各个急迫 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就常会说希腊文 你真的读一段希腊文 好像是在玩一个拼图游戏 它是一块一块积木 然后最后组合起来 就配成成为一个形状 或者你可以这样子看 待会我们也会 马上就要看到这个句型 这个图西 所以你如果 两个合在一起 是一个片语 那个接得好 那它就变成是一块一块的 接了之后呢 各种不同的 不同形状的组合 之间彼此在组合 那么最后就搭 好像在玩这个积木一样 最后搭成了一个 或者是房子 或者是车子 或者是一个 一头马 或者是一匹驴子 总而言之 你不同的 你先把 有关系的把它组合成一个片语 然后不同的片语 或者不同的子句 或者不同的 总而言之 不同的小的单元 搭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 一个巨大的结构 像我们今天看 我们今天说的 一张三节 事实上一直到六节 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所以你看这边 一张三节 事实上它后面 这个四节 因为四节 它前后很长 所以它写在后面 标明是四节 其实第四节 这边也有 它后面 它延伸的位置 是从更下面的位置 文法上的位置 是要更下面的 所以你看到第五节 事实上 它都是一个整个架构 可能当初分 圣经分章节 也必须要 就是 即使它知道 这个句子没有完 它也必须要 从中间切断 否则一节太长 那也就不实用了 所以这边 四节五节 一直到六节 都还在 到第七节 才勉强可以说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子句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一张三到六节 是一个蛮长的 一个单元 好 所以 那我们各个急迫 一张三节是比较简单的概念 我向我的神感谢 第二个 EPIPASSETE MANEA HU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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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介习词 你可以用英文 大略是用英文的ON 来想象它 你看英文 它也是借着 或者是在什么什么上面 实际上这个字 有很多 很丰富的意思 你这边 至少我们暂时说 在什么什么上面 在什么什么时候 像我们中文的翻译 有时候就会加上一个 什么什么的时候 再 PASSETE 好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 这是PASS 它的一个变化 那我这边就 就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再去 找这个PASS 那我之前已经讲过 怎么找了 好 这边就 进度就 不要陷在这个 这些细节上 那么 在每一个 EPIPASSETE 你用英文来讲 EPIPASSETE ON ALL 然后TASED THE 观词 MANEIA 记得 记忆 MANEIA 就是英文Memory 或者是有时候 这个MANEUMIC 就是有些记忆的 这些特殊的记忆方法 这个字都是从 跟它这个 跟希腊文是有关系的 好 在每一次的记忆 每一次的 回忆 每一次的想 想到 想起 HUMON 这是一个 人称单的名词 我们上一节才提过 因为是 YOU YOU 所以你就知道 是你们 而不是我们 HUMON 是你们的 好 可是重要 这个也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在你们的想起 你们的记忆 这个我们称为 到底 这个你们是 因为记忆 它虽然是名词 它虽然是名词 可是其实它是有一个动词的性质的 那当一个动词性质的名词 它后面接了一个所有格 那么到底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们的纪念 那是你们是纪念的主体 还是你们是纪念的对象呢 这个是很值得讲的 这个观念 郭教授的基本教材并没有提到 是在我们现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另外一本 作者是孟恩斯 出版社是麦总出版社 它的书名是圣经希腊文基础 它有作业跟课本 所以我这边写的是课本 那它有修订过一次 所以你要买的是要买2012年的修订版 之前的版可能应该也都卖完 可能已经买不到 只是你如果你用的是之前的版的话 新版是在第81页 它是在第7课解经 在这个标题下面的第5点 如果你用的是旧版的 你那个页数可能有点差距 可是不会差很多 同样是在第7课 你到解经5也可以看得到 那它的中文我们称为 主词所有格跟授词所有格 英文是subjective-genitive 或者objective-genitive 就是同样是所有格 到底这个后面 这个所有格它代表的这个人 到底它是一个主词的性质呢 还是一个授词的性质呢 我们以刚刚我们所看到实际的例子来说 Menea 许梦 纪念 想起 然后悔梦 你们的 在你们的纪念 我用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句话 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说基督的爱 那认真的来说 基督的爱它有两种可能性 就是这句话到底要想要表达什么呢 一个是基督对于我们的爱 这也是基督的爱 这样的爱激励我们 可是呢也有可能是 我们对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这样说神的爱 到底神的爱我们中文也许比较 第一个想到的好像都是主持性的所有的 神的爱 那可是在英文来说 Love of God 那么到底它是指 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或者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其实是就更 这个含混进去就好像这个成分就更高一点 或者我用另外一个例子 在启示录 耶稣基督的启示 好像事实上这也有两种可能的意思 一个是 耶稣基督所给人的启示 耶稣基督是发动 发出启示的这个主体 可另外一个可能的是 耶稣基督的启示是 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好像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奥秘 然后呢 天父上帝将他显明出来 启示本来就是一个 好像在一个 本来藏在一个 好像一个容器里面 现在把盖子打开 那个动作叫做启示 所以呢 本来我们并不知道的 现在他被启示出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 如果你把它解读成 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么耶稣基督就变成是启示的授词了 所以像这种例子通常都是 一个 一个名词加一个所有格 可是那个名词呢 它是具有动词的性质的 不管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在这边是名词 可是它其实是有动词的含义在里面 比如说基督的爱 那个爱基本上 虽然是名 公用是名词 可是它事实上还有动词的意思在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换到我们现在所说的 在 如果您用英文来想的话 也许就更能够了解我刚刚说的 in every remembrance 或者 memory Memory可能就是比较一般性的记忆 我想起来 可是这个remembrance比较有纪念 好像带着比较多感情 所以在 in every remembrance of you 那么到底是 in remembrance of you 是你们想起 是你们想到了什么 你们想到了我 还是 我想到了你们 这个本身在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 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ambiguity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我们要从前后文来看 可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前后文并没有给我们很明显的直接的线索 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丁道尔注释 这个校园出版社的丁道尔注释的系列里面的 他也提出了很详细的说明 也有举够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这边就 只是稍微提一下 那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再去找这两本书来看 所以这是一章三节 它的文法 就是还有它的单字 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这样子稍微解释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章四节 好 还是一样 我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遍 pantote 第二行 en passe deese mu 第三行 repare panton humon 第四行 meta harass tain deese deese poe um menos 好 然后我稍微念的 正常的速度 连续的来念 pantote em passe deese mu repare panton humon meta harass tain deese poe um menos pantote 从字面上来看 pant 是所有的 or tote 如果你看这个3842点下去 它有一个简单的分析 最后原字3956跟3753 那3956 如果你有影响它就是pant 好 可是3753呢tote 或者它这个用的是hote 不管怎么样 这个字有一种当什么什么时候 总而言之它就有一种时间的概念 所以呢 在 这是all 跟一个时间的概念合在一起 就是always at all times 总是 在所有的时候 它是一个副词 好 所以这边中文是说总是 当然我刚刚这样子做 呃是 就是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做都是有效的 有时候这个字拆开 个别的成分的意思组合起来 未必是它这个字组合之后的意思 我们用中文也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先生 我们今天先生我们已经把它看成一个固定的用语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外国人来学中文的话 你可能会跟我们现在刚刚所做的事情差不多 你看到pantote 在西大文 它已经是一个字了 可是我们刚刚说用pant 加一个tote 说是全部的时间 所以是总是 这个可能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 我以中文的先生来举例子 那如果我们说先加上生 好 所以我们说李先生 他一定是比我先生出来的人才叫做先生嘛 如果我们产生了这种理解 好 所以先生一定是比我大的人 年龄比我大的人才能够叫他先生 好 那你就知道今天已经不是这样的用法了 我们已经很习惯的 其实年龄比我们小的人 我们也会称他为先生 你就知道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这么僵化的 去做这种拆解 然后再去做这个综合 把它拆开 再把它组合起来 去取它的意思 不能这样 可是刚刚这样子是一个取巧 就是至少让我们有一点点 体会吧 让这个字对我们来讲 比较印象会深刻一点 好 Pontote Always 总是 Empathedeacem 在 in all deacem 祈求 我们看 现在也说给我们的历史 它的原来的 这个字典的形式是 deacis 现在因为是epi 对不起 因为是en 所以后面要接 这个间接受格 是变成deace 同样的它也是一个 这个第三格辨识的名词的变化 顺便提一下 如果是第三格辨识 你看到的 如果是第二格辨识 比如说en 或者像这边这个passe 这个eta 它下面就有个底写的eota 可在第三格辨识 因为它这个eota 它不是跟着一个长的母音 不管是eta 或者是alpha 或者是omega 那都是 你这样想好像质量很大的 一个分量很重的一个母音 可是现在第三格辨识 它有时候会 它旁边跟它差不多 都是一个比较小的母音 所以它就不用 藏在它的下面 或者被它踏在脚底下了 所以它就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所以变deace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 当你以后看到一个deace 类似这样的字 如果你完全都不认得 要你猜它是什么格 那么如果你看到它字尾是eota 那也许你就猜它是所有格 猜它是间接受格吧 也许十次 也许能够猜对个五六次 也不一定 甚至更多一点 就是因为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联想嘛 如果它是一个第二格辨识的话 这个间接受格单数 它的eota是在下面的 底写的eota 那么到了第三格辨识呢 它有时候这个eota 可以重见天日 再恢复到它原来本来的面貌 好 那么在每一个祈求 在每一个祈求 穆 我的 在每一个我的祈求 好 那这边当然你比较前面的说的这个 主持所有格 受持所有格 你也可以同样的分析说 那这边的祈求 是我祈求 是我做这个祈求的动作呢 还是我是这个接受祈求呢 好 那可是你看 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行 hupir pantong humong hupir 为了 那么它后面是接所有格 这个意思 所以为了每一个 虚梦 你们 为了你们每一个人 好 那你应该就可以知道 前面这个 dei se mu 一定是 我是这个祈求的主持了 因为很明显 这个祈求的对象 就是虚梦 是你们 所以是 在每一个 我的祈求 而且是我 为你们每一个祈求 所以你看到这边 有时候你用中文可能有时候 你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在希腊文的话 这边出现了三个pang pang to te pase pang to humong 所以第一个是 任何时间 所以在时间上 是每一个 然后呢 dei se 在祈求上 也是每一个祈求 而且祈求的对象 是你们的每一个人 当然有时候 你实际上去认真的讲 圣经上 心学常常说 发生某一件事情 全城的人都出来了 合成的人都出来了 那难道意思是 这个城里面 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例外 老人家 小孩子 全部都出来 没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吗 有时候也未必是这样 有时候 就是一个概略性的说法 可至少是要强调 它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 每一个时候 我的每一个祷告 而且是为了你们 每一个人的祷告 我们因为现在是第三 我刚刚说的第四节 事实上跟第三节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是 各个急破 所以我们现在先 你现在觉得 好像跟前面的 好像你很想要把它连起来 可是我们忍耐一下 我们先把每一个 每一节都各个急破了 它的单字文法结构 稍微有点概念了 那我们最后 我们还会再回来 把第三 从头到第三节 到第六节再看一遍 好 你要注意到 这边有个斗点 这是信望爱的希腊文 这边标注了一个斗点 那么这个斗点 其实在原文圣经 真的最早的时候 稿抄写的时候 文师抄写的时候 或者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 希腊文的书写 应该是没有斗点的 这个斗点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 我当然 你说如果这边 不是有时候一段经文 到底这个斗点要点在哪里 有时候也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当然这是一个更复杂的 一个探究了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边目前 我们先暂且 就跟随信望爱 所给我们的标点 所以我们这边斗点 表示请一下 然后呢 后面又有另外一个子句出来 你看这个子句结束 也是一个斗点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 插进来的一个 一段概念 所以到底这个是要跟着 前面或者跟着后面 我们到一章五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更多探讨这类的问题 好 我们还是各个急迫 meta haras meta是 meta其实它 可以有两个意思 如果它后面是接 直接受格 那就是 在什么什么后面 它后面如果是接 所有格 那么就是 伴随着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 haras 到底这个 haras 到底是 是 直接受格呢 还是所有格呢 我们来看 meta haras 所有格 好 所以所有格 所以它这个 是伴随着 所以这边 中文翻译是 伴随着 这个haras 是喜乐 伴随着喜乐 也就是以喜乐 就是每一次的祷告呢 是meta haras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 也许是为了对方 他已经有犯一些错了 我们像这个 这个撒 这个撒末尔要为扫罗祷告 他已经知道扫罗已经 没有顺服神了 可是他还是恳求上帝 能够继续的 没有丢弃扫罗 为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缘故 所以那时候 他的祷告可能就不会是 meta haras 可是保罗说 我为你们的祷告 你们每一个人 而且我每一次的祷告 任何时候 我都是meta haras 都是带着喜乐 就是你可以想 保罗有时候他会说 为了有些教会 他是流泪的祷告 因为是对方可能 做了一些事情 让他非常伤心 可是呢 对于腓利比教会 不是这样 每一次都是 都是非常喜乐的 后面这个呢 ten deicin poe umenos 好 这个deicin 跟前面这个deicis 同一个字 所以这个1162 如果你不太 如果他这个字位变化 有时候 他不同 你许没有把握 那你看 你要记得这个号码 因为这个号码 就是跟着这个字的 跟着deicis 所以这边是1162 那么上面这个 也是1162 所以你可以有确定 这次在这两个字 是同一个字 只是不同的格 所以呢 metaharas 带着喜乐 这边也说 后面接着所有格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 与什么什么一起 然后呢 ten deicin poe umenos 这个是一个分词 它的原来的动词 这个字典型是poeo 这又是一个eo 这个eo 在第三节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个字也是一个缩略动词 那么这个缩略动词 它的分词 这个分词它的字位变化 我们这样子看 如果你熟悉的话就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观声 或者是被动的字位 这个menos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是一个现在观声的分词 在郭教授 分词它是在第二十二课 这个二十二课 它变能很多 所以二十二课的第三点二 点零一 这边有给我们一个 现在观声 这个分词它的字位变化 它用的是标准的动词 reo 所以是例如omenos 你现在换成的是poeo 那也是一样 poeo 这边因为缩略 可能有一些变化 可是呢 字位是menos 这个是可以套用的 所以以后 我们常会看到这类的分词 这个字位 你看到menos 你就意识到 它是一个观声 或者是被动 好 那至于说观声 这边为什么要用观声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不容易在这边详细讲的一个题目了 你只能说 一般来说 观声呢 是有一点 就是这个动作 不一定是 它自己在做 那 有时候 它是 另外 另有其人在做 而这个主持呢 是做这个动作 它 有参与在其中 或者是呢 它有被这个动作所影响到 那 你会觉得说 那做 不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吗 好 可是 如果你想到说 这边做 是做一个 祷告 那么 你可以说 这个其实也有些神学的含义 在里面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希腊人他们用 menos 其实这个 应该表示说 他们不只是 在 不只是基督徒 他们用这个menos 可是他们认为 祈求 与神明要有一些沟通 他们可能都认为 不是我们 人单方面的动作 有另外一个力量 好像 主动的在 在发动这件事 而人呢 也许得到一些灵感 得到一些 感应之后 他就顺着这个感应 来向他们的神明祈求 那这个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可能是更实际的 按照罗马书八章的说法是 我们原本不知道 应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好 那所以你可以说 在一个最高层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祷告都是 圣灵在发动的 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 可能我们感受到了 圣灵的叹息之后 那也许我们化作 我们自己的祷告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因为法罗马书八章 那边也 后面也说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所以圣灵 晓得神的意思 所以按照神的意思 替众圣徒祈求 好 这个让我们稍微 提会一下希腊文很丰富 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 有时候 也许你看到的是 一个比较粗糙的画面 可是你真的用希腊文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细节 或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不只是我们河本 所看到的一种翻译的方式 的可能性而已 事实上背后 可能很丰富的含义 像一个钻石一样 那么可是在就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得不得已 我们需要只能切一面 没有办法把全部都呈现出来 只能取其中一个意思来翻译 那可是如果你能够学希腊文 你看希腊文的原文 你可以看到更丰富 更深更广的含义